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的话想要跟大家聊聊失眠的问题 大家身边应该都有失眠的亲朋好友吧 那大家介意的这个是101大董 这个是台湾人一年吃的安眠药 根据外服务的统计啊 2021年就有441万的国人正在使用安眠药 相当于是每5个人就有1个人在吃安眠药 但其实那安眠药的使用的药量也已经突破了11颗 若以每颗安眠药的厚度0.2公分来计算的话 连起来的高度相当于是4170座101大楼 所以其实是比刚刚的那个图片更夸张的 那所以台湾人真的非常依赖安眠药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生活压力大 房价很高 薪水又蛮低等 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生活压力都非常大 所以难免会有失眠的问题 或者是有情妇消灭的问题 那但使用这么多的安眠药就没问题 那你的睡眠问题真的有被感受过吗? 失眠的源头真的有被感受过吗? 今天的话我会帮大家列出 市面上常见的助眠食品 还有常见的药品 还有一些关于退黑技术的选择 还有一些大部分的人还不知道的内容 那有兴趣的话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那首先的话就先来讲讲为什么我们会失眠 那大家知道我们体内会有一个 昼夜节律吗? 其实也就是我们比较俗称的 生理时钟啦 那我们的睡眠其实就是被这个 生理时钟所影响着 那什么是生理时钟呢? 就是我们脑中有一个时钟 它可以掌控着我们清醒 以及睡眠的时间 而这个时钟呢 它会被眼睛所侦测到的光线 或是环境的昏暗所影响 在日间光线充足的时候呢 它会刺激我们脑中的 分合神经去分泌各种的神经物质 像是Serotonin来维持我们的清醒 那在昏暖的时候呢 会告诉我们的素果体 来分泌Melatonin 来使我们进入睡眠的状态哦! 那Melatonin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由一个 驱泽氨酸Tryptophan 这个氨基酸所生合成的 会先被转化成5HT 再转化成Serotonin 再转化成Melatonin 这就是Melatonin的生合成日期 那它其实可以掌控着我们清醒 以及睡眠的状态啦 那我们有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啦 身体的病痛 环境的变化 药物或是物质的使用 或是我们睡眠时间的改变等等 都有可能会去打乱这个生理时钟 会导致我们发生的失眠的问题 那当你发生失眠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以下四种情形 第一个就是 你可能会觉得难以入睡 那第二个就是 你可能怎么睡都睡不熟 第三个可能是 你可能会睡一睡 提早起床 第四个 你怎么睡都睡不熟 当你已经发生了 数天或是数周的失眠 而且失眠的天数 没有超过三天的时候呢 这样子我们就称作它是 一个短期的失眠 那当有以上的症状 刚刚讲了四点症状 那每周超过三次 而且影响的时间超过了三个月 那我们就称作为 长期的失眠症 那当我有睡眠的问题时 我只能吃阿米药了吗? 当然不是啊 我们首先可以先做一些 生活的改善 当我们发现自己 有失眠的问题的时候呢 首先呢 最好的还是从 生活改善开始做起 找出自己可能的失眠原因 那并去解决失眠的原因 比如说有些长辈 他可能是因为 他半夜会起来上厕所 而开始导致他晚上会睡不好 那我们就可以 从改善贫尿的问题 来做着手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生活改善 可以做到的呢 包括是 规律的睡眠 还有睡前四小时 去避免咖啡因 尼古丁 茶跟酒 进入睡前 去避免剧烈的运动 睡前不要滑手机 因为蓝光会影响到 我们melatonin的释放 那还有在睡前的时候呢 尽量维持一再一个 昏暗的环境 让我们的脑中 会知道现在是该睡觉的时间 那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自己先做到 来试试看 是不是能够改善睡眠的问题 那你没有过 如果我的生活改善 都已经做到了 但是我还是睡不着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其实只是 轻微的失眠 或是短期的失眠 我们可以试着 透过保健食品 来改善失眠的问题 那常见的 市售保健食品的 助眠成分的话 第一个 Gaba Gaba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神经传导物质 会作用在我们的抑制性的神经上面 达到一个神经稳定 安定放松的效果 所以呢 许多的产品都有添加Gaba 那也是目前争取力 比较足够的一个添加物 第二个的话是色胺酸 那刚刚有提到 呃 褪黑激素的源头 最源头的原料 就是色胺酸 那所以呢 色胺酸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脑内 可以制造Serotonin 以及Melatonin 最终制造的Melatonin 在晚上的时候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入睡 这样子 色胺酸的部分的话 它的在实证的证据力上 也是比较足够的 第三个是芝麻酥 芝麻酥的部分呢 虽然证据力比较不足 那它里面的话 主要就是含了 脂溶性的芝麻木粉素 Ignen 那为主要它代表成分 那芝麻酥它的功效 就是主要是 可以帮助我们放松 然后我们比较 没有那么的疲劳 有帮助入睡 帮助我放松的效果 这样子 那证据力就是 相对来说比较不足一点啦 那当然 还有更新的一些 助眠的商品 像是帆孔花啦 或者是 一些助眠的益生菌 那大家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做选择 有蛮多可以帮助 睡眠的保健食品 那这些保健食品 它主要还是都是 针对情绪放出为主的 那些成分 是不是能够 真的到达神经啦 14氨酸 是不是能够 真的进化成退黑激素 会受到很多因素所影响的 所以说有些人 他吃保健食品效果 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原因 有可能是这些 所以还是会有 因人而异的状况喔 保健食品没有效的话 最后还是得要去 咨询一下医师喔 啊OKOK 没问题啊 如果我试了 保健食品也睡不着 我真的得要去看医生了 你知道你吃的安眠药吗 你的安眠药到底是 怎么样做到助眠的效果 失眠的治疗药物的 治疗目标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 使导入前持续睡眠 第二个 不破坏他的睡眠结构 第三个 不影响白天的功能 四个 避免药物的耐收性 以及依赖性的目标 常见的安眠药物 第一种是 本二蛋皮接受体的滞效剂 那我们又俗称它为BZD 那这一类的BZD的药物呢 它会透过异味消应 接受在GABA的接受器上 使GABA的receptor活化之后 而使神经不活化 那什么是GABA的接受器呢 黄色是我们的细胞抹 橘色是我们的GABA接受器 当我们GABA接到我们的接受器上之后呢 会促使我们的绿粒值通过 而达到神经抑制的作用 那我们的BZD就是作用在 这一个同一个接受器上 但它的作用点 不是跟GABA在同一个位点 它是作用在另外一个异位点 来做到跟GABA同样的效果 所以呢可以让我们 达到安眠症静的效果 但是呢 BZD这一类的药品啊 它容易有失睡啊 症静啊 认知障碍等等的副作用 而且呢 它的成瘾性以及依赖性 是比较高的 不建议长期依赖这样子的安眠药 第二种的话 则是作用在 褪黑激素受体的安眠药 它可以透过作用在 melatonin的receptor上 那达到跟melatonin一样的效果 但它的缺点是因为 它是受体质消极 所以它跟接受器的结合力会比较强 所以比较容易会有 失睡的副作用 导致很多人 他吃了之后睡得好 但早上容易昏昏沉沉的 那还有其他的药物的话 则是透过它们的一些副作用 像是比较熟知的抗主治癌 可能会有失睡的副作用啊 抗伤患药药药 可能会有失睡的副作用 那利用这些药品的 失睡的副作用 来达到它的是 帮助入睡的效果 现在失眠的人越来越多嘛 台湾的安眠药的使用量 也越来越多 BZD类的入眠药物啊 它其实的确会有 潜在的依赖性跟成瘾性 那许多的长辈啊 到药局来总是会抱怨 他自己吃了安眠药之后 总是温温沉沉的精神不是很好 而且他的药量是越吃越多的 除了这些助眠的药品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 近期啊 台湾上市了一个新的助眠药品 很有台湾药自虚可证的 长效性的推黑激素 那它是一个 跟我们体内推黑激素分子一模一样的一个药品 那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安全 而且有效的一个选择 过去啊 你应该会有听过 有人失眠 他会想要找推黑激素 但是呢 只有在国外才买得到 台湾是买不到的 因为台湾的法规是不允许 是贩售保健类的推黑激素 大家推黑激素是什么呢 它为什么可以帮助睡眠呢 通常会受到光线所影响 而在夜晚的时候呢 会刺激我们的松果体 来分泌推黑激素 松果体会刺激 serotonin转换成为melatonin 作用在我们的melatonin receptor之后呢 会进行下列的讯息传递路径 可以去控制我们的睡眠 那调整我们的昼夜节日 因此呢 用来加快入睡的时间 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 增加我们睡眠的时间 那相较于BZD类的安眠药啊 虽然效果它并不会有 BZD类的药物来的那么样的快速 但是呢 相较来说 有比较少的试睡 以及成瘾的问题 那再来是 我们到底为什么会缺乏 推黑激素呢 常见的啊 其实主要就是看手机啦 因为我们的视网膜啊 接受到一些蓝光的刺激之后呢 就会开始使中国体延后 或者是负分泌推黑激素 那就让我们的 褪黑激素的分泌下降了 那就会让我们的 入睡时间越来越长 这样子 或者是当我们 受到饮食的压力 或者是环境的影响 也会使我们的褪黑激素 变得比较混乱 由右边这张图来看的话 可以知道 褪黑激素它其实也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 慢慢地缔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么多的老年人 他们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 他反而越来越睡得比较不好 因此啊 当我们让我们的入睡时间的时候啊 褪黑激素的浓度升高的时候 就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入睡 要是请问一下褪黑激素可以美白吗? No 根据我上集的影片啊 就是关于美白的那个影片 黑色素的英文是 那褪黑激素的英文是 那很多人会把这两个英文搞混在一起 而误以为褪黑激素就是一个可以帮助美白的东西 或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 虽然说呢褪黑激素它本身还是有一些清除自有机的能力啦 但是目前啊没有实验来证实它有美白的功效 那所以呢大家也不要笨笨地买褪黑激素来褪黑哦 你一副糊涂我就是笨了一点 嗯? 接着你一定会问说 诶?我在国外的保健食品的网站上 就有看过褪黑激素啊 那国外网站上卖的那些褪黑激素 跟这个台湾药品等级的褪黑激素又什么不一样呢? 那现在啊其实国外的保健食品啊 里面满目 随手就可以取得各国各个不同品牌的褪黑激素 根据台湾食药署的规定啊 褪黑激素的成分在台湾属于药品 需要有台湾药品许可证的褪黑激素才是合法的哦 如果啊是从网路上购买的 全部都是合法的哦 在美国啊褪黑激素是食品 那这有两个必须要提醒的一些可能的危害 第一个就是萃取来源 是这样的 国外的褪黑激素的产品啊 主要的褪黑激素的来源 来自于猪脂或是牛脂的脑部 所以说如果萃取症有狂牛症的牛 或者是具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脂的脑部的话 那就会对人体带来一些可能的危害 第二点就是萃取浓度不稳定 以及萃取的品质 参差不齐的问题 在美国啊有实测过市面上的褪黑激素的产品 它的包装跟它的实际含量不符的这个状况 其实是非常多的 因此啊可能会导致你摄取了过多或是过少的褪黑激素 而导致你常常可能会觉得效果不好 或者是试睡的副作用太强 所以啊你可能会有遇过有些人 他吃了褪黑激素刚开始有效 那后来啊越吃越没效 这就是因为啊我们的体内的褪黑激素 可能浓度不稳定 或是浓度太多了 而导致我们的褪黑激素的受体 它开始失去敏感性 就是它已经不工作了 因此啊建议大家如果想要购买褪黑激素的话 还是要找用台湾药字号许可证的褪黑激素 在使用上会比较安全 失眠的治疗上也会比较的有效 您应该会问说 诶刚刚前面不是有提到褪黑激素的滞效剂吗 那滞效剂跟我直接补充褪黑激素有什么差别呢 那褪黑激素的滞效剂啊 它是透过异味的作用在褪黑激素的接受器上 那它与褪黑激素的接受器的结合力会比褪黑激素本身还要高 因此啊会比较容易有比较高的嗜水的副作用 褪黑激素它的安全剂量到底是多少呢 根据欧洲啊对于褪黑激素建议的安全剂量范围啊 是在0.3到2毫克之间 那如果大于6毫克的话 可能会使瘦体失去敏感性 而可能会去干扰到睡眠而加重失眠的问题 褪黑激素要在什么时间点吃呢 建立啊大家可以在睡前1到2小时前使用褪黑激素 而且啊要在每天的固定一个时间使用的话 效果才会比较好哦 连续每天服用褪黑激素比加重褪黑激素的效果来得更好呦 那讲的那么多 要是有没有什么人他是不能吃褪黑激素的 那他又有什么可能的副作用吗 其实啊褪黑激素的话如果你是饮酒的人 或是吸烟的人都不建议使用哦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褪黑激素的浓度 那怀孕或者是哺乳的妇女啊 因为临床试验并没有进行这个族群的临床试验 所以目前也是不建议使用的 那如果啊同时有在服用其他的安眠药或者是胎忧郁药或者是磁激素等等的药品的话 都先建议您可以先咨询看看你的医生之后再使用这个药品哦 副作用的部分啊则是少部分的人会有副作用 可能会有一些脱痛啊脱孕湿水的副作用这样 介绍不必了 那希望透过今天的介绍啊大家会更了解自己吃的是什么药 还有以及你可能会需要怎么样的失眠药品或是食品的帮助 那还有了解了退黑激素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理解它的作用 那其实啊希望这次的介绍大家会更认识退黑激素的东西 而且啊绝对不要去乱买国外的没有认诊的退黑激素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咨询看看医师 那请医师评估后给予你药品等级有药品药子好许可的退黑激素 其实药品等级的退黑激素啊在国外其实已经上市蛮久了 相对来说在实用上也会比较有保障 如果真的使用后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都有药害酒精可以帮助你 今天在影片中所提到的药品啊都是厨房用药哦 所以啊希望大家有睡眠的问题都是需要先经过医师的评估之后才能去购买哦 大家也可以到附近的药局跟专业的药师咨询相关的问题 可以试着寻求药师或是专业医师的意见 找到适合自己的保健食品与药品哦 那如果医师给予适合的疗程就要按照医师的指示 不要自己随意的减量跟听药哦 那就这样子咯我们下次见咯拜拜